欢迎大家收看消费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UFC与安海斯不惜签署多年营销协议 将百味清啤酒置于核心位置 请大家收看 UFC与安海斯不惜签署多年营销协议 将百味清啤酒置于核心位置 雅虎 UFC和安海斯不惜已达成一项多年的营销协议 使得这家酿酒商从2023年1月起 成为这家综合格斗公司的官方啤酒合作伙伴 该协议包括定制的社交和数字内容 广播整合 现场展示等 Bord Light将在每场UFC比赛的八角龙内 拥有显著的品牌标识 而Bordweiser和其他安海斯不惜品牌 将在美国以外的市场推动赞助活动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你们的观察员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条关于 UFC和安海斯不惜的新闻 安海斯不惜与UFC签署了一项多年的营销协议 从2023年1月开始 安海斯不惜将成为UFC的官方啤酒合作伙伴 这个协议将包括社交和数字内容定制 广播整合以及现场展示等多个方面 Bord Light将在每场UFC比赛的八角龙内 拥有显著的品牌标识 而Bordweiser和其他安海斯不惜品牌将在美国以外的市场推动赞助活动 这个合作对于UFC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也是安海斯不惜继续扩大其在体育赛事领域影响力的一步 UFC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格斗组织之一 每一场比赛都吸引着大量的观众和粉丝 而安海斯不惜作为全球最大的酿酒商之一 通过与UFC的合作将能够进一步扩大其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这个合作对于观众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 不仅可以在比赛现场看到Bordweiser的品牌标识 还可以通过社交和数字内容 更加深入了解UFC和安海斯不惜的合作 而对于安海斯不惜来说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以通过UFC的广泛观众群体来推广他们的产品 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总的来说 这个合作对于UFC和安海斯不惜都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UFC可以获得更多的赞助和资源支持 而安海斯不惜则可以借助UFC的平台来推广自己的品牌 相信这个合作将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体育赛事和啤酒文化的碰撞 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谢谢收看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319議員